中国通讯巨头华为今天下午在深圳举行新品发布会 这一天适逢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CFO孟晚舟获释返华两周年 这次的发布会有哪些科技亮点 华为在压力和阻力之下犹如凤凰涅槃不断取得科技研发创新突破 华为的谍变说明了什么 中国通信专家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 两岸时视频的员王健 董志森为您全面分析 经中欧双方商定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9月25号在北京举行 对中欧双方来说这次对话和前九次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欧盟要如何破除对华矛盾焦虑的心态 时视频的员王健有独家观察 台湾民众近来备受进口鸡蛋的食安困扰 台农业博主揭批进口蛋黑幕竟遭恐吓 然而 面对民代质询相关议题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竟然面露微笑回应 这样的嬉皮笑脸凸显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做派 台湾时视频的员谢寒冰为您深入解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竹 在湖州向您问好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 金门高粮酒居民播出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 杭州亚运会赛场上的消息 截至25号19点30分 中国队以32金15赢7同的成绩名列奖牌榜第一 来自中国台北队的柔道选手连真灵 今天在女子57公斤级比赛中 力退日本名将玉智桃成功圆蒙杭州摘得金牌 目前中国台北队以2金1赢2同的成绩 暂列奖牌榜第七 我们再来关注 9月25号下午 华为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 在深圳湾体育中心举行 并同步进行全球直播 带来了包括黄金智能腕表 智能屏13.2英寸屏板等新产品 华为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 华为发布全球最轻薄大尺寸的13.2英寸屏板 采用了业界首款柔性OLED屏幕 该屏板只有5.5毫米厚 580克 三个手指即可轻松握持 便携性得到质的跃迁 机身设计承袭华为旗舰产品的设计语言 带来三种不同配色 时尚感十足 同时也发布了全球首款 采用星闪技术的终端产品 华为M Pencil 以及支持双向北斗卫星的首款 黄金智能腕表 智能屏 V5 Pro等新产品 对于外界关注的华为Mate60系列手机 华为在发布会表示 正在加班加点赶进度 此次华为新品发布会 备受网友关注 进华为终端平台的统计数据 截至25号下午4点左右 就已有9372.6万人次观看 接下来我们就有这场发布会 电话连线中国通信专家 消费信息联盟理事长 向立刚先生 向先生您好 华为今天下午举行的新品发布会 堪称是万众瞩目 那么从专业领域的角度来看 您最关心这场发布会的 哪些科技亮点和数据呢 这次发布会确实大家万众关注 而且大家很是希望 华为能够在芯片 在一些其他的领域 能够透露更多的信息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华为是非常落实的从产品开始 那么我对产品开始 我是第一个 它的非常大石板的全新的设计 包括它的 普鲁加 它的双卫星通信的这个能力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而且呢 是领先了我们这个行业 全新的一个代表 同时呢 对于新散这样的技术 它有非常高的树立 同时可以临接大量的设备 这个呢 也是为进场传输 可以说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技术 和新的标准和规范 应该说这也是中国企业 领导一个全新的进场技术的 标准和规范的一个开始 从这些角度来说 我觉得都是很有创意 很有创建 也是我非常关注的 那么您认为华为新品发布会 发布的这些成果 说明了什么呢 请您给这次发布会 一个整体评价 华为这次发布会 应该说 是一次见证历史的发布会 虽然说发布会本身 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和技术 但是我们可以从 众多的产品 可以看出来 华为已经度过了 它最困难的时期 也就是说 因为芯片所限 它不能够放开了生产 有很多产品 它没有办法把它制造出来 那现在呢 所有的这些瓶颈都被打破了 那么打破瓶颈以后 华为就可以用 这些技术领先 产品特点 品牌塑造 同时在形象 在产品的这个能力上面 形成综合的实力 成为全世界智能手机 和移动通信这个领域的 一个领导者 从这些产品本身 我们可以看到 华为已经战胜了 困难 走出了 迷藏 走出了最低路的时期 同时呢 正在回到一个 领导世界移动通信发展的 一个领导者的地位 好的 谢谢向立刚先生 本节目由真材实料好面包的 豪式面包赞助播出 2018年12月1日 在美国的一手策划下 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加拿大转机时 在没有违反任何 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 被家方无理拘押 经过中国政府 不懈的努力和坚决斗争 美国司法部 与孟晚舟签署了 延缓起诉协议 美方向加拿大撤回引渡申请 孟晚舟在不认罪 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 终于离开加拿大 于2021年9月25日 抵达祖国 到今天正好满两周年 我终于回家了 经过一千多天的煎熬 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异国他乡的漫长粉黛 充满了挣扎和煎熬 但当我走下旋梯 双脚落地的那一刻 家乡的温度 让我心潮澎湃 难以连表 祖国 我回来了 孟晚舟在结束加拿大方面 近三年的非法拘押后 2021年9月25号乘坐中国政府包机 抵达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顺利回到祖国 时至今日已满两周年 在孟晚舟回国两周年之际 华为选择在9月25号举行新品发布会 也别具异议 不少大陆民众对于华为的发展 都感触良多 我现在用的都是华为 当时换华为是因为 它把孟晚舟不是在加拿大 不是被扣留 我就觉得太无耻了 虽然西方一直在卡我们的技术 但是我们中国的华为 其他品牌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更新自己的技术 然后不会再受任何人的打压 美国帮你石头砸自己的小 然后成为我们中国产品最好的代言人 就是于成东经常说的遥遥领先 我觉得就是遥遥领先 就是希望它越来越好 就是不要被眼前的这种困难压倒 我觉得后面就是 有14人的后面的背后支持 我觉得肯定会越来越好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 我们首先请教在北京的王健先生 华为新品发布会获得了圆满成功 华为在压力和足力下 犹如凤凰涅槃 不断地取得科技研发创新突破 您对此有怎样的感想 华为今天的发布会 的确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 也包括近期华为一系列新品的发布 包括近期华为的高管 在不同场合的发声 事实上中国的公众都高度的关注 在舆论场引发了大家一片的好评 我觉得这个好评背后 其实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在现在的国际形势背景下 事实上不仅仅华为面临着国际的 这个不公正的制裁 技术的打压 很多的中国企业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 这个国际层面的不公正的对待 在科技封锁的这个层面 我们怎么样突破封锁 事实上就华为闯出了一条路子 甚至有人讲 说华为这一次在美国对它进行科技打压 几年之后的一系列表现 不仅仅给其他科技企业以借鉴 事实上对于中国怎么样 在这个国际封锁和打压之下 能够突围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所以华为的表现让我们深感自豪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华为做对了什么 是大家得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就是华为牢牢地把握住科技的研发 不管外部环境怎么变化 在研发的投入上从来没有迟疑 任正非曾经在面对记者的采访的过程当中 记者问他 说面对美国的封锁 华为要不要储备一些美元 任正非讲说我们不储备美元 储备物理学家 储备数学家 我觉得这番话事实上 引发了大家很深入的这种思考 所以面对国际的封锁打压 我觉得不管是其他企业 还是国家层面 怎么样做好科技自立自强的工作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我觉得是华为这一次一系列重要表现 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好的 谢谢王健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在台北的董志森先生 华为举办了史上最燃的一场发布会 您在台北对此有什么观察呢 那我们看到 华为在这一波 它出现了让整个 两岸人民的民心大为振奋 为什么 因为它突破了非常多的科技制裁 然后它在晶片里面的长足进步 也让美国这些人觉得非常吃惊 在我们的打压跟限制 你既然还办法 有办法求生存 而且还可以把它发扬光大 他们赶忙去买华为的手机来拆解 那当初他们讲华为可以被中国大陆所确听 其实是不实的指控 当初为什么不把华为打开告诉全世界 说哪一个零件是用来确听的 他们不敢啊 因为根本没有嘛 那现在他们把华为打开 发现里面都是中国的高科技啊 他们大为吃惊 其实过去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事情 被美国打压 但是它靠着自立自强 自己研发 然后自己去创作 都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 无与伦比的任性 你有制裁 那我们就会有因应的方式 我们要想方设法 让自己能够独立生存 那华为这一波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它鼓舞了整个两岸中国人的人心 所以大家看到华为受到了打压 孟晚舟受到了人身限制 整个中国社会它是非常悲愤莫名 但是这一回合看到华为的成功 这么多高科技参合在里面 其实说明了我们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 它是一个众志层层 大家能够分工 然后能够能做好全世界最令人精益的科技 我们知道现在手机产业带动全世界非常多的潮流 那华为这一波其实对鼓舞人心 对于欧美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都觉得非常吃惊 为什么在打压之下 华为还能够再起来 而且比他们还超前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在台湾他们叫做鸭不扁的玫瑰花 那真是令人惊艳了 华为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 他强任他强 清风扶山岗 他横由他横 明月照大江 谢谢董志森先生 我们再来关注 经中欧双方商定 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25号在北京举行 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历届以来备受海内外关注 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是中欧经贸领域最高级别对话机制 与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 和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 一起并称中欧关系的三大支柱 根据2007年12月公布的 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 双方同意中国国务院和欧盟委员会 于2008年3月底前成立副总理级的 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 讨论中欧贸易 投资和经济合作战略 协调双方在重点领域的项目与研究 并制定规划 当前形势下 对话合作 仍是中欧关系的主导面 互利共赢 仍是中欧合作的主基调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 中欧贸易仍持续增长 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 贡献力量 据欧盟统计局今年发布的数据 2022年 欧盟27国对华贸易额 为8563亿欧元 较上年增长22.8% 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第三大出口市场 占比分别为15.4% 20.8%和9.0% 在2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以及欧盟启动 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向发言人提问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应询表示 关于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 启动反补贴调查 中国商务部已经做出了回应 我愿意在这里向大家强调的是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欧盟方面你采取的有关措施 不利于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中方敦促欧盟 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以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大局出发 与中方开展对话磋商 为中欧电动汽车产业共同发展 创造公平非歧视 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继续请教王健先生 上周末中美才刚刚成立了经济领域工作组 那么今天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也在北京举行了 这次对话一方面传递出中欧关系改善的积极信号 但是另一方面也期待解决 中欧在经贸问题上的新老问题 包括争议点和分歧点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解读 的确近一段时间 不管是中美之间还是中欧之间 在经贸层面的交流互动 明显多过于过去的两年时间 我们看到中美建立了相应的工作组 虽然大家都知道 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有重大的分歧 美国对中国经济的这种发展 实际上存在着很深刻的这种偏见 但依然对话是比不对话强的 中欧经贸高层论坛同样如此 欧洲并不是铁板一块 在欧洲内部有对华态度 相对冷静 理智 客观的 也有一些国家秉持着不正当的偏见 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中国 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 都是采取补贴 采取不公正的做法 事实上这是对中国根本不了解的这种表现 当然欧洲内部也还有一些国家 跟美国一步一趋 在对中国的这种经贸关系上 采取了相对比较偏激的做法 但不管怎样 欧洲对中国在经贸层面 是有仰仗的 是有需求的 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怎么样 把握住双方共同的诉求 中欧之间共同做大蛋糕 我觉得这是中欧 双方要坐下来冷静理智的去面对的 我觉得这一次中欧在经贸领域的这种对话 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今年上半年 事实上中国有很多的高官外访到欧洲 不断地讲我们的道理 我们的理由 不断地希望中欧彼此之间 能够秉持着互利共赢的态度 推动双方的友好合作 也希望这一次会议能够落实 我们达成的一系列成果 真正的推动欧洲内部 理智冷静的声音更大一些 而推动那些不理智的声音 真正的走到边缘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就在上周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其年度讲话中宣布 将对进入欧盟市场的中国电动汽车 发起反补贴调查 那么这一议题也就成为了 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 外界最关注的议题 那么欧盟要如何破除 对华矛盾焦虑的心态呢 中欧能否从根本上杜绝 发生经济战的可能 我们都知道三年疫情过后 中国的这个电动车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记得在今年上海车展期间 许多欧洲 也包括日本汽车界的高管 到了上海车展 往往要到中国的电动车厂家的展台前 认认真真地看一看 看完之后 往往一言不发 铁青着脸走开 因为我们的电动车 发展的实在是太迅速了 这不仅仅是我们在市场占有的这个层面 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 德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领先 已经领先出了半个身位 让很多的这个欧洲汽车厂商 认为自己即将面对 这个市场占有率降低 这个消费者不再青睐 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们看到前一阵 在德国的这个车展当中 中国电动车企业齐齐亮相 这个让欧洲的很多 这个经贸界人士坐不住 冯德莱恩才有了这番言论 就是中国似乎胜之不武 要对中国采取一系列严厉的这个措施 我觉得这恰恰是不理智的做法 那我们回想一下 中国在汽车行业发展的进程当中 事实上早期我们是敞开大门 欢迎包括欧洲汽车企业 日本汽车企业在内的 各国汽车企业到中国来合资办厂 来扩大市场规模的 正是因为我们以开放的心态 拥抱了各国的企业 才让中国的汽车行业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慢慢跟住步伐 甚至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领先了半个身位 那欧洲面对今天 这个汽车市场的这种深刻变化 尤其是这个新农员汽车 一军突起 也要冷静理智客观的 面对这样的这个现实 不要自己在竞争当中 稍微处于劣势 就认为人家胜之不武 我觉得这是冯德莱恩 要认真去思考的 我们看到德国的汽车企业 最近态度 还是相对冷静理智的 比如说主动和中国的 汽车企业合作 要入股 通过入股的方式 获取中国汽车企业的 一些关键性的这种技术 那之后我们几十年前 发展的路径是一致的 只有合作 只有共赢 我觉得才是解决 这个竞争当中的 这个问题的这个办法 而不是简简单单 把对方挤出市场 那样的这个做法 做不大 这个欧洲的汽车企业 只会让欧洲的这个汽车企业 面对更加尴尬的这种局面 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知道 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层面 出台了一系列相对 比较激进的措施 那在这样的层面 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稳步扩大欧洲市场 我觉得是对欧洲是有益的 在这方面呢 也希望欧洲正视 这个国际经贸关系的变化 国际经贸竞争的这种变化 真正做有益于 这个中欧彼此之间 扩大合作 互利共赢的事情 而不是相反 好的 谢谢王健先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热烈 喜悦 畅快 人生百态都在酒里 金门高粱 两岸飘香 他堪称人间美味 他手艺融火纯净 他就是舌尖上的美食 红烧肉 开罐即食 软嫩鲜香 美味营养 老少皆宜 原价199元三大罐 本档商家直销 口碑长仙价只要99元 前50名打新电话 再多送三大罐 99元整整六大罐 全部带回家 抓紧拨打电话 儿时的记忆 经典老味道 说到人间美食红烧肉 就不能不提到焦师傅 他烹饪制作的红烧肉 有三绝 焦而不糊 嫩而不柴 肥而不腻 关键就是在食材和配料上 选用的是来自贵州 高岭三阳的跑山黑猪 吃的是杂粮野果 喝的山泉水 肉质鲜嫩春香 瘦肉久煮不柴 肥肉那是香而不腻 是非常适合做 红烧肉的高端食材 十六味香料精心配品 香味浓郁 肉质嫩滑 红烧肉下酒 红烧肉配米饭 红烧肉拌面条 红烧肉炖锅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原价199元三大罐 本档商家直销 只要99元 前无声明打新电话 再多送三大罐 99元整整六大罐 全部带回家 抓紧拨打电话 订购吧 真是太好吃了 肉皮一抿到嘴里头 是特别的软糯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吃 肥肉 肥肉不腻 肉是鲜香嫩滑 这么好吃的红烧肉 我平时就很少吃到 越吃越爱吃 我好这口解馋 开罐即食 还非常方便 我家人都特别喜欢吃 不腻 一点都不腻 让我天天吃 我都吃不腻 观众朋友 有口腐辣 红烧肉 采用贵重高铃 散羊 跑山土黑猪 开罐即食 美味营养 原价199元三大罐 本档商家直销 99元 整整六大罐 全部带回家 抓紧拨打电话 订购吧 一周一返 当思来处不易 妈妈我有 成品让人感觉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细菌满虫的影响 新避浪 抗菌除满洗衣液 深入纤维 温元洁净 强力去肿满虫和细菌 还有三江凝珠 新上市 避浪 温元洁净 抗菌除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东南卫视 已建造衣服 污染全家人 衣服混血会交叉污染 无自钻入纤维底层 新太子升级洗衣液 首创威力进科技 深入纤维底层 清除交叉污染中的纳米污渍 新太子已经到底超越所见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 金门高粱酒居民播出 美西方不断地渲染台海紧张情势 要求台当局强化战力 但是台军向美国采购的所谓 关键不对称战力装备 却有长期延宕的现象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向美采购的独次导弹交货期限 从2023年12月延宕到了2025年 台空军F16AB战机性能提升计划 也因为弹药等装备筹获进度不如预期 将延后到2026年 此外采购30架阿帕奇直升机的天鹰专案 也因为美方原因迟迟无法结案 由美方提供的首批FIM-92 监射式独次防空导弹 已于今年5月底抵台 并由台军方接收 这批军备与2019年7月 美国批准的一笔 价值2亿2356万美元的军售案有关 该案包含台陆军台海军 各250枚独次防空导弹 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最新报告指出 台海军为此于2021年起 历经11次击催 美方则承诺 于2025年一次全数交货 另据台媒报道 台军耗费1402亿元新台币的 F16AB战机性能提升计划 原本办理期成至今年年底完成 但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报告指出 因弹药等装备筹获进度不如预期 该计划将延后至2026年度 据了解 台军F16AB战机性能提升案代号凤展 是将台军现役F16战机的航电武器等 六大系统性能提升为F16V 台空军官员透露 台空军现役的140架F16战机性能提升 仅剩6架未交 年底即可全部完成 延后的是弹药部分 换言之 台军的F16V战机虽已改好 但没有武器 无法发挥全部战力 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另一项报告显示 多年前 台陆军以天鹰专案为名 花费500多亿元新台币 从美方采购了30架 AH-64E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而这笔军售案的节余款 至少有69.87亿元新台币 美方迟迟不愿退还 而陆续用于支应同案相关维修及零附件采购 至本应在2018年就结案的天鹰专案 至今无法完结 眼下 台对美军购正陷入交钱不交货的尴尬处境 然而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2024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 评估报告指出 台军2024年度军事投资预算 虽创近年新高 但防务部门多达18项军购商购计划 将进入七成中后阶段 并面临付款高峰 预计2025年度一般装备业务计划 预估需求将超过千亿元新台币 报告警示 台当局对这项巨额经费需求 应未予筹谋 台湾军费的不断攀升 与美台军事勾连不无关联 美国联邦检察官23号 以贿赂和勒索罪名 起诉民主党籍所谓友台议员梅南德兹 而调查人员也在其住处 搜出大量金条 与数十万美元现金 对此 中国国民党籍前名代蔡正元爆料 梅南德兹曾借窜台之机 向民进党当局强行推销88架博音客机 结果台湾华航只买了29架 梅南德兹所求没有完全兑现 立刻翻脸 要求删砍美国所谓军援台湾项目 所谓友台参议员 不过是锁台另外一个代名词而已 权力其实是论金称量买卖 另据报道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原型艇海坤 28号将在台船高雄厂区 举行命名即下水典礼 届时蔡英文将亲自主持 台所谓潜艇自造专案小组召集人 黄鼠光夸口说 希望2025年能完成三艘自造潜艇 2027年达成四艘潜艇 未来台湾的潜艇部队 处在台湾西南海域执行守备任务 也可部署在台湾东南东部海域 重点在于不让解放军进入太平洋 截断解放军进入所谓第一岛链 以包围台湾 不过他又辩解称 我们做的潜艇是着眼于守势 不是要跟对岸对抗 从一开始到现在 破破折折 争议不断 最高精密 我们确实经常超级曝光 特定的媒体放话管道 永远在那边去扯出一大堆 觉得不可思议的 到了最后都无期而终 而且处处都是充满了争议跟矛盾 我还是讲非常重的一句话 我们期待他能够正派经营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实施潜艇自造计划 本来意图是把防务产业留在岛内 进而起到节省经费的目的 不过在造艇过程中 屡屡传出弊案 厂商在得标和贷款过程的作为 让人瞠目结舌 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新台币 对于台湾所谓自造潜艇议题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曾明确表示 民进党当局妄图搞武力对抗 以武谋独注定失败 越是搞事情越是离自我灭亡不远 我们继续请教两岸史事评论员 先来请教在台北的董志森先生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原型艇 被命名为海坤 计划于28号在台船高雄厂区 举行命名计下水典礼 民进党当局潜艇制造专案小组的 召集人黄曙光就扬言 不让解放军进入太平洋 您认为他这般叫嚣 底气何在呢 其实我们知道 民进党最善于利用两岸的氛围 来制造他选举有利的一些因素 那大家很清楚 蔡英文 他其实明年5月就要卸任了 当前台湾正在 举行领导人的选举 民进党提名的是他的党主席赖清德 那民进党借着这个时候的潜艇 他认为说潜艇由自己来台湾来制造 是可以敲楼打鼓告诉台湾民众 说民进党有多么的了不起 所以这个计划从蔡英文一上任的时候 就开始在做了 那其实外界所不知的台湾的潜艇 他发挥了非常多的弊案 这个弊案里面最有名的是号称金马桶事件 你想说马桶是黄金打造的吗 不是 厂商报价潜艇里面 一个马桶 是8万美金 所以号称金马桶 他相当于台币 240万 各位朋友价差多少呢 30倍 厂商为什么敢这样遗起遗求 连一个马桶都敢这样漫天要价 当那时候被媒体所揭发的时候 海金 惊讶不已 怎么会有这事情 其实他还有更多的弊案 所以他一桩接一桩 让台湾人民对于所谓潜艇自治 就充满了疑惑 蔡政府在选举前赶快发布要让他下水 那当然他的选举的意义是很大的 可是台湾民众他不信任 台湾第一行 他的西面是对着中国大陆 你如果以中国大陆为敌人 那你盖潜艇 你的潜艇停在这里 在空中都看得到了 为什么 因为他水深 就是你没办法潜到深海 最多就这样 那你如果把这个潜艇 把它停在东岸 东岸就是花莲台东这里的太平洋 那你这边对准的目标 是日本还是菲律宾 你根本也就不对了嘛 其实老百姓也知道 但是为了选举 蔡英文硬是让整个潜艇 然后就说号称下水 表示说民进党执政 这八年来他们有一些成就 那当然台湾人民普遍认为说 又来了 浪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钱 其实让人家觉得很生气 用这样的潜艇就能阻挡解放军 进入太平洋 台军多少是有些痴情妄想了 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张斌先生 美对台军售延宕问题持续 F16升级年底完成交机 但是装备却延宕 阿帕奇直升机结案五年了 可是美国却迟迟不结余款返还 使得无法结案 不仅是延迟交货 还缺装备 而且还不退钱耍大牌 您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美对台军售 如此七零八落的现象呢 应该说台湾地区 是美国最大的军火购买的地区之一了 让美国的军火商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如果按照商业的规律 这样一个大客户 美国自然要给予最高的领域 最快的发货等等 提供最完善的服务 但是我们看到呢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各种武器 都出现了这种延迟交货的现象 说白了 只收钱不发货 已经成了美国对台军售的 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种做法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完全违背了市场规律 出现这种倒挂的情况呢 显然一方面呢 确实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生产研发 改进升级等等 跟不上相应对外提供军火的一个速度 台湾是这个美国军火出售的次外围 它并不是主要的 尤其当下因应着俄乌局势的变化等等 美国需要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军火呀 数量也比较大 台湾呢是属于呢 次要的位置 再有一个呢 因为民进党当局啊 不断的准备依美谋独啊 就是一边倒的倒向美国 把这个谋求台独的一线希望 完全押宝在美国身上 所以对美国言听计从 那么这样的话 美国当然就会呢 把台湾吃干榨净 既然你有求于我 我收了你的钱 早点发货 晚点发货 卖给你什么样的武器 卖给多少 就完全由美国说了算 台湾在这个层面 是没有任何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空间的 也就是说 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客户 而只是我利用的一个棋子 你又完全的依附于我的情况下 当然就变成了卖家的一家独大 那么当然了 还有一层因素呢 就是呢 目前呢 美国希望呢 利用台湾达到以台制华的目的 把台湾打造成这样一个豪猪 所以呢 美国在这个军火销售上呢 对于一些高精尖的武器 往往呢 觉得台湾暂时并不需要 而更多的是怎么样能够让台湾民众呢 当这个肉盾 当这个炮灰 更多的 美国看中的是台湾什么呢 并不是说台湾需要的武器 而是台湾能够给美国提供的利益 比如像台积电等等高科技企业 给美国带来丰厚的收益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啊 美国其实在对台军手方面 虽然看似是一个 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行为 但是一方面 他违背了中美之间的 这样一个中国的原则 同时呢 也违背了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当中 对台出售武器的相关的美方的承诺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他也把台湾陷入到一种危险之中 而对于一个呀 任由美国摆布完全依附于美国的台湾 自然在销售军火层面 美国当然要按照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形式了 遗憾的是 美方对台军售的吃相如此难看 岛内民众却很无力 谢谢张斌先生 我们来继续关注 台农业部门从海外进口鸡蛋 但是引发的问题却不少 近期就被外界批评最多的是 部分进口过期蛋 被标错了日期流入市面 和台湾本地产的鸡蛋混在一起卖 各县市加强追查 台北市政府要求台续产会 要提供蛋品的流向资料 但是台续产会却以维护往来厂商权益为由 拒不配合集查 对此台北市卫生局确定将开罚台续产会 续产会告诉我们 他仍然要向农业部长官以及律师 讨论之后才能提供 所以昨天最后仍旧没有提供 如果仍旧不提供 我们会持续开罚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血产会此举 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规定 确定对其罚款三万元至三百万元新台币 开罚金额将会尽快确定 岛内进口蛋争议不断 农业专家博主林玉宏 近期尝尝节目或是在脸书发文 点出民进党当局进口鸡蛋的诸多争议与疑点 但他日前却自爆遭到人生恐吓 不得不停更粉丝专专业 其实我也很想一直很勇敢 对 但是 但是我毕竟是一个父亲 还是必须保护我的家人 所以我接下来我的粉丝团会停更 在前明代黄国昌的直播节目上激动落泪 林玉宏说 自己因为批评台农业部门而遭到恐吓威胁 其家庭住址 家人资料全部都被人翻出 事件发生后 岛内各界声援林玉宏 过去曾饱受绿营攻击的台大前校长管忠敏 在脸书写下重话 从网军攻击到公然威胁别人身家性命 是谁纵容这些杂碎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这个粉专被这样恶意攻击 民进党当局有责任查出来 不要再让网军1450这些人继续猖獗下去了 检掉把这个犯罪的人给揪出来 台湾民众有免于恐慌 免于被威胁的权利 而桃源市警方介入调查 发现嫌犯脸书IP注册位置 设于墨西哥 登记电话属萨尔瓦多 国民党籍民代王洪威也控诉称 自己在两个月前也两度遭到恐吓 有网友私信他 要他出门时小心一点 还说如果被车撞 可能只是行车纠纷或酒驾 都不用关多久 甚至还发出枪支和子弹的照片 问他能吃几颗子弹 经警方调查 私信王洪威的网友 其IP也在境外 脸书账号则在美国注册 并在马来西亚登陆 台媒称 王洪威早在今年7月就报案 如今两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下文 就怕再查下去也找不到人 赖主席不要忘了四年前 你对网军的求饶 什么时候可以破案 请陈正宁 有个时间吧 侵略民调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25号发表 蔡英文声望及时民调 20岁以上台湾人 3成8赞同其处理政务的方式 4成8不赞同 不赞同比赞同多9.8个百分点 该基金会董事长 尤英龙表示 这项发现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蔡英文再度陷入 一个新的施政困境 尤英龙说 过去一个月 台湾内外政治环境 没有重大事件发生 除了2024年选举 就是近期进口鸡蛋风暴成形 此前民调显示 5成7的受访民众 不满意台农业部门前主管陈吉仲 近期处理进口蛋争议的表现 意味民意强烈 且几乎全面反弹这项施政 此外 中国国民党及明代洪孟凯 23号针对进口鸡蛋风波 专家被恐吓一事 质询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时 陈建仁竟然面露微笑回应 对此 当年网友批评称 所以连演戏都懒得演了吗 民进党真是无能又无耻啊 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将就岛内进口鸡蛋争议的相关话题 连线谢寒冰先生 儿时的记忆 经典老味道 红烧肉 采用贵州高陵 散阳跑山土黑猪 开罐及时 美味营养 红烧肉下酒 红烧肉配米饭 红烧肉拌面条 红烧肉炖锅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原价199元三大罐 本档商家直销 口碑长仙价 只要99元 前50名打新电话 再多送三大罐 99元整整六大罐 抓紧拨打电话 定告吧 软嫩飘腾 吃越嚼越香 太好吃了 太香了 它为什么就这么好吃啊 一是环境 我们那边的海拔高 空气好 是放养跑山黑猪的 林响场地 二就是喂养 吃的是各种一草一果 五个扎粮 喝的都是清甜的山泉水 但是全是山牙 一连世纪都在山上放养 猪肉紧致而细腻 口感非常好 观众朋友有口芙辣红烧肉 开罐其实 美味营养 原价199元三大罐 本档商家直销 99元整整六大罐 抓紧拨打电话 定告吧 用的啊 它都是散养的 跑山黑猪肉 肥而不易 入口即化 一下子呢 买了30罐 吞起来 慢慢地吃 那比点外卖好吃多了 拿上两罐 放锅里一蒸 几分钟 一档美食大菜就端上桌了 大滋味啊 唇香软烂 不腻口 胡萨牙 老人孩子都爱吃 现在99元买三罐 送三罐 太实惠了 我一下子就抢了十组 不抢白不抢啊 我们的抢购热线 正在为您开通 还没有来几打电话的朋友 请抓紧时间 咱们200组的罐装 骨烧肉 很快啊 就要被抢光了 原价199元三大罐 今天特会价99元 足足6大罐 只有200组仙道仙德 活动结束后 立刻恢复原价 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0组 请大家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 抢购吧 99元整整六大罐 抓紧拨打电话 订购吧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的精彩内容 想要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就岛内进口鸡蛋争议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谢寒斌先生 台湾民众备受进口鸡蛋的食安困扰 然而面对质询的时候 陈建仁竟然是面露微笑来回应 这样的嬉皮笑脸凸显了民进党当局 面对攸关民众健康问题的什么态度呢 其实照理来说 有农业专家因为评论淡的问题 遭受到这种恐吓威胁 你身为行政部门的首长 应该是立刻承诺权力追查 把这个恐吓的嫌犯逮捕归案才对 结果呢 陈建仁在那边嬉皮笑脸就算 然后当曾明忠 也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民意代表 在质问他 你是不是可以保证一个月之内 就可以抓到这个凶险的时候 然后结果陈建仁就是不愿意承诺 东闪西躲 然后一直在归打枪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他根本就不想去做这件事 代表他根本觉得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今天被恐吓的不是他民进党的人 是质疑他民进党的人 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很简单 他向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因为他希望所有人都不要再讲话 然后就让民进党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陈建仁的举动 他的微笑 然后他不愿意承诺 就已经完全显露出民进党的心态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问 就是觉得你们这些人的死活干我什么事情 可是民进党忽略的是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搞得这么大 其实就是因为 这跟过去其他几次事件都不一样 这是蛋的问题 蛋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的 这会直接影响到全台湾人的生命安危 所以这绝对不是能够开玩笑的事情 可是民进党先是动员彻翼 不断的去带风向 告诉大家说都是有心人士 都是中共认知作战 然后等到只包不住火了 一个一个被抓到 然后现在就开始给你推脱了 他们现在最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不了了之 就是把它拖过去 等到下一个议题 比如说有哪一些可以 拿来大作文章的一些政治斗争事件 这样就可以把蛋的事件盖过去 可是问题是 现在因为民众已经对进口蛋 产生严重的疑虑 我觉得一直到年底之前 这是一个无限的轮回 民众不会忘记这件事 我认为民进党 如果还是用这种嬉皮笑脸方式 去处理的话 那这恐怕就是2024 民进党选举的破口所在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人间美味 它手艺融火纯净 它就是舌尖上的美食 红烧肉 开罐即食 软嫩鲜香 美味营养 老少皆宜 原价199元三大罐 本档商家直销 口碑长仙价只要99元 钱无声明打新电话 再多送三大罐 99元 整整六大罐 全部带回家 抓紧拨打电话 定告吧 儿时的记忆 经典老味道 说到人间美食红烧肉 就不能不提到焦师傅 他烹饪制作的红烧肉 有三绝 焦而不糊 嫩而不柴 肥而不腻 关键就是在食材和配料上 选用的是来自贵州 高陵三阳的跑山黑猪 吃的是杂粮野果 磕的山泉水 肉质鲜嫩春香 瘦肉久煮不柴 肥肉那是香而不腻 是非常适合做 红烧肉的高端食材 十六味香料精心配品 香味浓郁 肉质嫩滑 红烧肉下酒 红烧肉配米饭 红烧肉拌面条 红烧肉炖锅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原价199元三大罐 本档商家直销 只要99元 前无声明打新电话 再多送三大罐 99元整整六大罐 全部带回家 抓紧拨打电话 定告吧 真是太好吃了 肉皮一抿到嘴里头 是特别的软糯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吃 肥肉 肥肉不腻 肉是鲜香嫩滑 这么好吃的红烧肉 我平时就很少吃到 越吃越爱吃 我好得口 解馋 开罐即食 还非常方便 我家人都特别喜欢吃 不腻 一点都不腻 让我天天吃 我都吃不腻 观众朋友 有口腐腊 红烧肉 采用贵重高铃 散羊跑山土黑猪 开罐即食 美味营养 原价199元三大罐 本档商家直销 99元整整六大罐 全部带回家 抓紧拨打电话 定告吧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从9月19号开始的 2023年海峡两岸同胞 护驾梅州妈祖精神巡安莆田活动 高潮迭起 100多家台湾妈祖文化机构 与500多家莆田妈祖文化机构 共同参与传承妈祖文化 25号上午 此次十天九夜巡安行程中 规模最大的妈祖祭奠仪式 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盛况空前 妈祖祭奠庄严古朴 作为中华三大祭奠之一 梅州妈祖祭奠 于2006年 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祖文化的当代价值 不断提升 妈祖信俗广泛分布于 五大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 信众达3亿多人 形成了 凡有华人华侨所到之处 皆有妈祖精神传播的 世界级文化现象 发源于梅州岛的 妈祖文化 已成为了闪耀于世界舞台的 一张福建名片 本次巡安活动是梅州妈祖 今生有史以来 巡安普天规格最高 时间最长 活动最多的一次 也突出了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 融合与互界 台湾是妈祖信仰的密集区 和重要的传承基地 对于许许多多的台湾妈祖信众来说 梅州妈祖是他们的心灵原乡 根脉所系 跟随着妈祖寻安 表达虔诚的同时 也让妈祖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深深不息 妈祖的信仰在台湾是彭国发展的 几乎每个家庭 80%都是敬拜妈祖的 那我们也是从小就被家人带到 妈祖庙 受到妈祖的保佑以及习惯这个信仰 所以妈祖信仰对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来说 那是从小到大耳濡目染 这次许安闹进的活动 我们一定把它带回台湾 让所有人来见证 像每天我们的时候是社群上传 让台湾能够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说 梅州妈祖是我们的祖庙 妈祖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让大家看得到活动的内容 以及他弘扬他的精神在哪里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